我是覺得廉價跟一般假日 比較不同 是因為它天數比較長 所以其實你可以趁這個時候 給家裡來一個大便動 像我就很喜歡在廉價的時候 幫我們家的擺設換位置 譬如說沙巴換一邊 或是床換一個什麼東西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覺得 因為 這樣子快樂嗎 對啊 這樣聽起來很苦難 我覺得很好玩 像我女兒現在其實她還滿小 是要三歲 但是就是會趁著找事做的東西 讓她學習做家事這件事 像我說我要掃地 譬如說要搬沙發 就要掃地 她就會拿一個滾筒跟在我後面 一直嚕 一直嚕這樣 她就覺得她是好幫手 她是小幫手 她就很有成就感 然後我去晾衣服 我去洗衣服 她就會也拿著自己的衣架 然後把自己的小衣服晾進去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很方便 妳把妳女兒送去馬丁家 對 訓練起來 對 已經訓練好了 先從調酒開始 對 調酒 對啊 去大茶水 所以我就覺得在家 其實可以跟小孩 找到很多事情做的 剛剛那個童講的 是妳的心情是開心的 但是妳有沒有問過小孩 妳是不是開心 我就只開始問 怎麼能就敢了 不用問她 小孩剛剛看起來很痛 對啊 對啊 這麼小就要讓她做苦力 對啊 我們是從小做到大 包括現在已經出社會了 已經當媽的年紀了 還要再做 你說連假 你說端午節 我們就是要包粽子 我們也是大人忙不過來 從小就要學著去幫忙 家裡包粽子 包粽子 都不說她把粽子 單槍只有粽子 還有機長 什麼粽都有 機長 因為我們剛剛客家人非常大方 電話一來 那個誰啊 什麼 三嫂妳的那個粽子很好吃 我女兒每個都要回來 我在旁邊聽到他們的對話 我嚇死了 每個家長 每個小孩都要回來 已經不是一串了 兩串 三串 四串 五串 六串 每年幾乎從小到大 都要包十幾串 他們有給錢給你們嗎 完全沒有 因為客家很大方 小時候唱歌就是這樣 被媽媽發掘的 因為電話都會來 電話來我們都有技巧 電話以前早期的電話不是這樣 然後我一聽到電話來很敏感 我會在它前0.5秒 我就會跟著電話喊 就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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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電話聲打來就是要叫粽子 我為了不要多包 那個電話會響 但是你的分配一定要比電話還要高 而且它的tempo你要更對 會不會有可能 你讓媽媽聽到是你鬼喉鬼叫 不是電話聲 會不會有可能你把電話線拔掉就好 沒有 那是國中的時候 已經懂事 然後我講的是國小階段 那個電話 然後我就跟著她 然後我媽就很生氣說 你不要在那邊過 你長過 你長過 你撞到什麼時候 我就說沒有 然後我媽就覺得 我很愛唱歌 會發聲 後來點點了 鼓頭不好不怕 不是 去衝國 我就是這樣來的 其實我是在擋那個電話聲 然後她以為我喜歡唱歌 這是一個好荒謬的 對 真的 你看那個電話聲一定蓋得過它 你就跟著那個分配 連媽媽聽不到電話聲沒事 那到了國中已經知道了 我們就直接把電話線拔掉 拔掉 然後高中的時候把電話砸掉 沒有 到現在就會很聰明 媽媽已經有手機了 直接那個抱枕有直接壓著 可是電話 盡量減少電話來 客家裡有一句話 就是說 什麼意思 就是說很遠的這種親戚 現在可能都還在聯絡 對 客家人就是重視那種 大家族在一起 非常注重倫理 對 而且注重倫理是你不能叫錯 他趕你慶聰師 真的嗎 長輩會生氣 真的嗎 比如說我看到人家講 Q公 但是我講到速公 Q公 你要叫救 Q公 是舊公 舊公 就是明明要講 骨婆 跟吳公 吳公 吳婆 阿姨婆 真的嗎 長輩會生氣 你們家長輩那麼好 我都沒罵過你 他敢 喂 還說你 我爸媽都很 還是你都有講對 我是不認識根本不講 就是他們來 如果有包紅包 有給錢給你 才會叫 沒有 這是什麼現實 不是 我跟你講 客家的長輩很愛計較 他女兒去拉 女兒去拉 女兒去拉 你知道嗎 會 很計較 我跟你講我很害怕 客家長輩的尾音 就是明明其實很小的一件事 你那個拉長音 你如果不拉長音 爸爸就不會罵你 但是你拉長音完蛋了 我懂了 就是譬如說長輩說 你怎麼忘了叫我 對 但是客家人會說 你怎麼忘了叫我 你怎麼忘了叫我 然後他就會發現 他是長輩交的 誰會這樣子講話 客家人 很厲害 他就覺得很沒有面子 怎麼沒有交好 所以變到我們每次親戚要來 我們都會先沙盤推理說 那個叫什麼名字 那個叫什麼名字 真的 太多了 有時候都會很難被認出來 你看又要做苦公包粽子 而且又還要送粽子 然後去人家家 因為還有很多三姑六婆 我還印象中 我媽媽有一次 送粽子去姑婆家 姑婆就見面 就跟我媽媽說 娘媽的 怎麼叫燕蔥飛 然後我說 我不用罵 我生日三年 這個事情 我沒有在餐 然後我姑婆就講了第二句 我孫子 燕蔥飛 很開心 對 那個拉長音就是 總算可以跟你比較 因為客家人很愛比較 客家人非常注重學歷 狀元 客家人是比例最高的 對 剛好我姑婆那一房的 其實還滿會讀書的 現在怎麼跟我認識的 客家人都不太一樣 因為會不會妳只認識大牛哥 對 還有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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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知道嗎 當下我媽媽就有點沒有面子 然後被姑婆說 她孫子要演唱會 她孫子是誰 她孫子是 她孫子是 她孫子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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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外婆是我的姑婆 那不是最近的事情 對 就是最近的事情 媽媽就有壓力 想說 就是被說 你女兒沒有 出道那麼久 沒有開演唱會 我孫子出道沒多久 就開演唱會 我孫子出道沒多久 就開演唱會 孫子很快 孫子很快 然後你知道嗎 不是只有姑婆 還有可能姑婆的鄰居 什麼婆 什麼婆 她們也會跟著拉高尾 對 然後另外一位就會講說 那你女兒唱什麼歌 衝來堂寬 我媽媽又沒有在管我的事情 是 轉圈圈 然後我媽就說 就是年輕人聽的 那個什麼轉圈圈 然後那個鄰居 姑婆帶來的那個鄰居 就講說 轉圈圈 探狗 探狗 探狗是什麼 探狗 然後她也知道 她女兒是唱探狗 然後我媽說 不是啦 不是探狗 我也想不起來 就一直轉圈圈 然後另外一個 不知道哪裡來的 就講說 不是探狗 年輕人 我還越講越糟 然後另外第三個 年輕人唱了 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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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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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了 綜藝摔 綜藝摔 最後演變到 我媽媽的女兒在 打拳拳裡面唱電影 OK 傳到 傳到變成 妳在打拳拳裡面唱電影 我覺得連假 如果真的都在聊這些 真的是滿痛苦的 也不會 他們覺得有樂趣 不過我滿佩服為禮安的 就是你看 一個演唱會 馬上就秒殺 然後還加場又秒殺這樣子 對 剛好我告訴最第一個訊息 可是我 8月20號在北流 也要開個演唱會 沒有 這都是 沒有叫鼓鼓鼓鼓鼓鼓鼓 你沒有拉長尾 你沒有拉長尾 剛好 他拉長尾 他拉長尾 剛好 剛好 6月4號開票 對啊 給我看 拜託 來走某人空 最後一天 要我們 來 快點 拜託 身歷其盡 就像在客家庄 對 我喜歡這樣 客家庄的尾音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好憂鬱 不過連假的低音 應該不只有這些而已吧 這兩個 對啊 這可能還要問一下 又圓 又圓 有在客家庄裡面的嗎 沒有 客家庄的那種感覺 OK 好 那我們來試試 其實現在居家有三寶 好 就是吃飯睡覺 然後還有被罵寶 不過連假同時也有三寶 塞車排隊 還有到哪都是人幾人的狀態 根本就是寄到爆 好 那這些都是大家最痛苦的事情 那其實今天要揭曉第三名 就是 如果說你搶車票 住宿餐廳 全家人的假期 統統都只指望你自己一個的時候 真的是頭很痛 好 下次有網友就分享說 在連假前 遠在台北的親戚 還麻煩他住房訂票 全部打包 簡直就把它當作是 免費的旅行社 另外第一名 痛苦指數五顆星大家都會遇到的 就是連假到哪都是人幾人 不管是塞車還是什麼 根本就沒有辦法好好的休息 網友就分享說 如果要到遊樂園 從出門那一刻開始就在塞車 一上高速公路直接變成停車場 踏入遊樂園 每一個項目通通都要排隊 根本一點都不輸壓 有這種遇到連假到處人幾人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經驗 媽 所以真的是比如說高鐵 這一些要搶車票 火車票這一些 真的要有特地的搶票 中秋連假 我們現在就已經都安排好了 真的 對 連假是9號 10號 11號 三天 然後我們就是會去宜蘭 可是宜蘭你也知道 那個交通就是很恐怖 所以我們大家就想說 那8號晚上我們就出發 然後就也是租了一大棟民宿 裡面有游泳池 我們叫烤肉車進來 然後下午大家在裡面打Poker 然後想要玩水 多開心 這就是一個歡樂 然後我們自己再帶桌遊去 然後唱KTV 然後民宿裡面什麼都有 其實剛剛小禎 在這個節目裡面 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玩 雖然是可以隨心所欲 但是真的要提早規劃 我回想 其實我真的在所謂的連假假期中 很少塞在車陣裡頭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我沒有帶一家 大小出去玩 而是因為我做了聰明的選擇 你帶別人家 沒有 那你就不會塞車吧 那你就不會塞車吧 還是會 還是會 那你就不會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被編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承擇 新型態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按下小鈴鐺喔 等一下 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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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的